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在韩网收到很多关注的三个贴文 这三个贴文中的三个事件都是在当时饭圈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最近又重新被提起了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2014年MBC音乐中心的制作人与媒体采访时表示 不在舞台上唱歌的人没有具备作为歌手的基本素质 我们将严格审查各个经纪公司提交的MR 以确保不再有指对嘴的歌手出现 对此Super Junior Liu通过自己的Twitter发文表示 与华丽的舞台表演和灯光效果同样重要的还有音响系统 这对歌手来说至关重要 虽然以表演为中心的爱豆歌手 只是假唱也是个问题 但完全没有改善的意志 只是强调开麦青唱确实过于横暴 也就是说 对嘴就不要出演 你先准备有设备再说 直接狙击了音乐中心制作人的发言 对此制作人再次对媒体表示 比起音响和麦克风 是歌手们的唱功不足的问题 直接呛回来了 当时有很多人骂了 凭什么举及音乐节目的制作人 所以在Super Junior回归后 出演音乐中心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关注了Super Junior的舞台 就是想要抓到把柄 结果丽悟用全开麦青唱撕掉了舞台 后来公开的MR出去版本 也成为了饭圈传奇 虽然本来就唱功很厉害 但那时候感觉像是特别下了决心 非常认真准备 全力以赴的开麦青唱 所以看现场直播时 我笑出来了 不过说真的 像刘那样的等级 不是已经证明过实力了吗 制作人的采访真的很可笑 Super Junior是因为耳式麦克风不够 所以靠自己的脚步声调节节奏的团队呢 但不论歌手唱功好不好 韩国音乐节目的音响真的很糟糕 每次看到年终舞台就觉得最糟 而且每年都没有进步 一直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音质闷闷的或者高音部分会爆音 2015年女团EXID 出席了首尔一所大学的庆典演唱时 不知道是金金人准备错了还是怎么了 现场播放了完全没有电影的伴奏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成员们感觉到音乐不大对劲 但没有慌张 反而是很有自信的微笑 中间虽然有成员说 抱歉不是这个 但就直接进行了 负责Rip的成员好像在声带上装了自动调音器 声音真的很厉害 因为Alihan索吉的音量非常强大 所以感觉其他成员听起来不怎么样 但都很不错 这里甚至连颜值成员Honey 也在不明朗网拿下过冠军 真的非常喜欢这些姐姐们 我认为他们就是已经有了准备好的实力 所以才能够创造逆行神话 2016年 从今世代在中国穿完舞台上的全开麦舞台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哇 不仅仅是唱功后 连音色也像玉柱一样 真的真的太喜欢了 在那个时代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除了主唱以外 当时从今世代并没有说给人 特别会唱歌的感觉 但现在看来 他们简直都是顶级高手 跳舞时呼吸一点也不乱 看他们的发声和音量就知道了 从今世代真的太疯狂了 他们的现场表现太好 好多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开麦了 他们真的是根本代表K-POP的女团 是一个称英虽的称英虽的称英虽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